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 金米咖啡的知識以及開箱 所以如果各位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那就會有新的影片給你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聊一個 新手常常有的一個問題 其實學長教學滿久了 也常常碰到學生的這個問題 真的很常發生 所以麻煩各位看了這篇影片以後 回去檢視一下 是不是你有發現這個事情 就是關於給水太小 導致於的不穩定現象 就像學長前陣子跟舒華 Solver 朱立倫 舒華 我們在沖咖啡的時候聊到說 我們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用細水柱 其實呢 原因再來是說 細水柱呢 它本身有幾個可能性 會讓你的咖啡喝起來不OK 那其中幾個部分學長說給你聽 所以大家來思考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 當你的水柱呢是很小的細口湖的時候呢 因為我的水很小的情況之下 我的粉跟水的接觸時間呢 就會拉得比較長 因為一次給的水少嘛 會慢慢的流下去 這個時候呢很容易 尤其在你的細粉率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比較入門的磨豆機的情況之下呢 你可能細粉率會比較高 或是說你的給水技巧比較沒那麼好 你的粉塵比較容易塞住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如果你還搭配比較小的細水柱的話呢 我的沖煮時間整體會拉得更長更長 所以呢並不是說小水柱一定會失敗 而是在新手的情境之下 細水柱特別容易造成這個失敗的疊加 除非你的技術已經不錯了 你確定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的情況之下 那你幹嘛一定要用那麼小的水柱呢 其實它並不會幫助你什麼 反而容易讓你時間過長容易苦澀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關於是 當我的給水很小的時候呢 往往會造成什麼呢 就是你的水柱的穿透力比較不夠 就像因為我在正常給水的情況之下 當然如果正常給水 我的水是會順著我的手沖壺的這個管子 它會出去會有一個力 這個力量呢 它可以幫助你 把我的水流推到粉塵裡面 幫助我的咖啡裡面的水流流到我的下壺裡面 它會有一個力道 但是呢 如果你一直追求很細的小水柱的話 那細小水柱的話呢 就會發覺說我的水會過分的沒有力道 只是從壺水出去以後呢 錘子甚至於是倒流 這種狀況呢 就代表說我的給水是沒有穿透力的 完全沒有穿透力的水呢 就是很柔軟 就直接放在我的粉塵上面的情況之下呢 當然如果你技術很好的話 它可能會讓你喝起來飽滿 但是呢 如果你技術不好的話呢 它只會讓我的水 不會順利的進到你要的方向 可能往邊邊溢出 或者是呢 它會很慢的才進到比較深層的粉塵的部分 所以換句話說這種沖法本身呢 很容易讓你的 也一樣是你的粉水接觸時間會拉的比較長 然後或者是你很多的空氣 是排不出來的 當我的咖啡粉裡面有很多的空氣排不出來的情況之下 我整體流速又會放滿 所以我們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你的給水的太... 存透力不足 空氣擠不出來 然後水又小 又疊加了你失誤的可能性 所以呢 這也是一個比較可怕的現象 那第三個點呢 是關於就是 因為給水變小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水不是沒有什麼支撐力了嗎 對不對 給水出去已經沒有什麼力道了 那我在繞圈的情況之下呢 它很容易忽大忽小 因為其實 如果我的給水是力量很足的情況之下 我在往前推往後推的情況之下 我的給水呢 它都是一個維持有力量的狀態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飄的問題 我不會往前推的時候水變大 往回推的時候水變小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我的水本身就已經很小了 就喔 它本身沒有什麼力量 你只要往前推 你往前推的時候這邊有一個力嘛對不對 你往前推的時候呢 往前推水就變大 往回推水又變小 就變成說我的外角的部分就是靠這個左上角的部分呢 它就是一直都是水比較多的 右下角的部分呢 內角的部分呢 就是處在一個水比較少的狀況 所以會一直有一個 整個粉杯裡面的整個綠杯裡面 它的給水是不均勻的現象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給水越均勻 其實你的風味的完整性啊 你的一致性會越好 所以以上三點呢 其實它都可以歸納成是跟給水小有關聯性 當然我們還是要回來跟大家講啦 給水小絕對不是一個絕對錯誤的選擇 只是對新手來說 如果你的控制性沒有很好 然後你的器材的也比較入門的 那你的技巧也沒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你用比較小的水 它是比較容易造成以上說到的三個問題的 建議各位可以考慮 我用比較大的水 中水有支撐力的水 然後在處理剛開始的沖煮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考慮嘛 因為你水比較大 如果你怕會清淡的話 可以調一點研磨度嘛 調細一點點 或是水溫拉高一點點 這種是很簡單 你不用技巧的東西 就可以讓你的風味一樣補回去 但是卻不用敗在你的手法上面 不純熟 那當然如果各位 我現在已經高手了 我已經沖了好一陣子了 我就是想要試試看用小水 而且我的小水也很穩定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可以用小水 這個是沒有問題 相對來說新手 你可能更適合的是稍微大一點的棕水 它整體喝起來的風味會更好喝 更清涼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沖煮功能 說到這邊為止 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